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脊骨有什麼用呢?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這些有脊椎動物 有脊骨有腰骨 可以令我們挺直 昂首闊步 整個脊骨在人生理結構裏面 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部份 有人很不幸遇到一些意外 癱瘓就是脊骨裏面的脊髓神經 出了事受損 資訊就傳不下去 可以說它的作用不只是維持我們的形狀 它基本上也維持著我們生理上的能夠運動的功能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份 是啊 但是脊椎不只是說我們有沒有腰骨的問題 譬如有沒有其他的功能 如果我們的脊椎不是有脊椎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呢? 有一個很 我馬上想到一個例子 譬如小學時代我們聽過的 有沒有聽過一些叫反射動作? 有 反正動作很簡單的 我舉個例子 你膝蓋哥 我最記得最記得喜劇都拍過的 踹個徐一落你膝蓋哥 你首先要翹腳 翹完腳的時候 醫生找個徐仔踹一下你的膝蓋 那些鞋劇就說 哇 一下子踢到醫生飛走了 諸如此類 或者踢也沒有反應 但是不知道踹在這裡 第二處有反應 就是玩東西 是不是? 這個就叫做測試你的神經反應的其中一種例子 有些更加直觀的例子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手碰到被火燙了 突然間沒有那個地方很燙的 你立刻縮手 那種縮手縮到一個地步 你已經是幾乎都縮手 和那個痛 你是不假思索 立刻就已經把手縮起來了 就是被電電了 被火燙了 被東西刺了 那種快的縮手 快到一個地步就是 我們會說 就是由那個 就是你的感官 那個神經 信號傳了到你的脊髓神經之後 不用上大腦 就已經有一個反應信號 給到你的運動神經就叫你縮的了 就是這種叫做不用經大腦的 這種不假思索的動作 我們叫做反射的動作 reflex action 就是由這裡我們看到這個脊髓神經 它在我們保護身體的另一個功能 那是不是如果調轉說 如果你的脊髓神經受損 你沒有了這種功能? 照計會是的 當然啦 我這裡就很不仔細的 因為你究竟是 如果你說去主宰這種反射動作 那究竟是有什麼機制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真的研究脊髓神經的時候 你甚至乎可以將脊髓神經裡面的那些細胞 不同的組別 你的分工 你再把它分成幾類的 就是以我純粹在科普資料那裡看 原來都有六種不同的這些脊髓神經在那裡 大家有不同的功能 那我自己就不是... 就是我自己沒有能力去數 數得出了 那可能有些就是 也都是去接收感官 或者是跟那個去發射動作信號有關 有些就是會是 他們自己本身組成一個 會不會都有一個 去主宰著怎樣去生長 那些這樣的功能 應該都是有這些在那裡 那有些跟我們這節講的題目沒有那麼有關 那些脊髓的功能 就是那些造血的功能 跟免疫力有關的功能 也都可以在那個脊髓裡面去發生 所以不只是說我們那個形態動作 保護自己的反應 是直接在我們那個神經反應 甚至乎那個身體的免疫反應那裡 都是有它的功能在那裡 那除了我們現在講的 那有什麼新的發現? 那很有趣的這件事 我都是找搜集資料的時候找到回來 那這個研究是來自那個日本那個最高的科學研究機構 叫做Wikken 李延 我們提過他們幾次了 都是出了一些很漂亮的研究的 李延的神經科學 也都很肯扔資源下去 那這裡我又講一位 我都覺得很佩服的一位 香港年輕的神經科學家 那他就在美國求學成名 還曾經在香港的時候 我跟他做過 都叫做隔離系的同事 那他現在就去了李延那裡做研究 做教授 我不知道 可能我有機會都徵求他對於這些研究那裡的意見是怎樣 就是在人類了解神經 神經元那裡 我覺得是加添了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知道我們的腦部神經 最引人入性的 給了我們的現象 就是給了我們的意識 令我們覺得自己好像有一個靈魂在存在 而在這個意識的這種表現之下 有一個我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記憶 我們人老是怎樣記東西的呢? 所以近來有些關於人老是怎樣記東西的那種新的發現 一有 我自己也都覺得很興奮 還有一定是覺得很決定性 而且他們都會發表一些很重要的期刊 那一集我記得在上一兩個禮拜我都有提過 就是有人去發現了我們腦部其中一種的記憶機制 原來就是尤其是牽涉到長期記憶的話 是腦部是懂得去將那些這樣的記憶片段 是變成為在那個神經元細胞裡面的一些DNA的片段 來給我們去記錄下來的 那好了 我們一個很套版的印象 我們就認為這個記憶似乎只是存在在腦部而已 在身體的其他的神經部分呢 照樣就不會是有幫助到我們記憶的這個機制的 就是很簡單 我們不會預算我去溫習的時候 我手指上面 或者是我脊髓的神經那裡 是會幫我去溫習的 但是如果台長你也算是一個功夫人 你信不信有肌肉記憶這件事? 不是信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不是? 然後呢 你們會認為這個肌肉記憶是存在在哪裡? 在你身體那裡 身體的哪裡? 肌肉那裡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想法 但是我們知道通常這些叫做信號接收和東西 其實你整套東西 你是可以归回腦裡 就是我們會有人說 你記不記得一套功夫怎麼打? 那套腦是怎樣的 是不是? 我們練到熟到的地步 腦懂得幫我處理了它 OK? 但是有人說不是的 當你練熟的時候 練功夫好 譬如我練踢球的 你那幾下插花已經熟到的地步 不用用腦你都做到了 會不會就是做到可以 我要講的誇張一點就是 哇 你那個足球技術熟練到 或者那套功夫熟練的地步 已經是反射動作來的 不用經大腦洗腦出來 這樣子的 給我講少許廢話 因為很多人看的 沒說少許多 舉個例子 譬如說 這個某軍打一拳過來 這個人想一想 我用什麼招數航龍塑法長去發射 那個人想一想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 就不用打功夫了 是啊 跟足球小長一樣 你可以這麼多時間反應 這樣就不用 所以 剛才你說過 以我自己的感覺為例 當然這個不是 大家不要當是鐵律 你去到你用想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非常非常的慢了 但是 在我初初學的時候 我的確曾經有一個這樣的階段 就是對方打拳過來的時候 我在想這一拳 那我怎麼做呢 就是被人打到黏肺了 是啊 我照計就可以 哇 避開之後再繞他身後 是啊 初頭我真的是這樣想的 但是到了某個階段的時候 所謂的那個肌肉記憶呢 就是剛才你說了 不用腦子 其實這個就有一點點 就是我們覺得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說 你可能也要用腦子 只不過是你自己不知道的 但是以我自己的感覺呢 就是如果你說有肌肉的肌肉的話 真的是在肌肉的層面 不是在你那個 因為你是快到你的腦根本沒有可能做反應的 如果你是打得很純熟的話 是啊 所以有傳就說 有些人打拳都會說 就是我不怕那個人去認識多少不同的花招 但是我很怕那個人將一個動作練一千次 你之前說的嘛 你之前說的 他不是怕你一個人去練一萬個招式 他怕是一個人 練一個招式練一萬次 是啊 李小龍也有說的 是不是 這件事跟我們說的 為什麼有關呢 就是他這個日本的這個理言的機構 關於這個脊髓神經的研究裡的一個發現 其實驗證了我們小小的這些看法 他就說 很有趣了 他就說 原來有一些動作的記憶 是存在了在那個脊髓神經那裡 就是說有一些動作反應 你很明顯看到 在動物 在白老鼠的層面 不是人 就是說 他很明顯 那樣東西 是照計沒有經過大腦去處理過的 但是他都可以有個訊號 是記得要怎樣去反應 所以你看回台長的畫面就展示出來的標題 就是Memory capabilities in the spinal cord 在你的脊髓裡面 都有一個記憶的功能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這樣 如果在我們對於老神經 那個神經科學的發現來講 我們就會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想過在脊髓神經裡面 都有一定程度的記憶能力 但是由我們那些喜歡玩運動 還有玩功夫的人 我覺得可能你們不是太驚訝 但是現在就是說 當這件事如果都可以找到一個科學的證據解釋的時候 這種經驗就更加不合理了 就似乎是得到印證了 所以我覺得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我們找到這個實驗 似乎驗證了我們這個經驗是對的 那這個實驗是怎樣做的? 太小的細節 我這裡又是容許我省略一點點 他們就用老鼠來做實驗 然後牽涉到一些電的刺激 因為剛才我講到 有一些刺激就是你不需要經大腦 你就懂得縮的了 其實應該就是我們在那個白老鼠裡面 玩它的反射動作反應 然後看看它玩了很多次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訓練到它這些不經大腦的反射動作 都基本上可以做到 那個脊髓神經懂得記得要這樣去反應 所以在這個實驗設計的時候 你一定是想像 它這些科普材料裡 沒什麼很仔細介紹的那個實驗 你想一下 它是一定要給一些刺激 那個刺激是一些能夠觸發的反射動作 而那些訊號是不會上到它的腦部再下來的一些刺激 最容易的就是電擊 那個電擊就是在那個老鼠 它不可以看到 不可以自己去意識到 有這個刺激存在的時候 無端端弄下去的 從而令到它給出來的反應 完全是反射動作的反應 然後就是要很辛苦 我嚴重懷疑 他們不捨得去捨這個實驗的過程出來的原因 就是你會覺得是非常虐待的白老鼠 你是反覆不停地去電它 在它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嚇怕它不斷地去電它 看看它那隻腳 會不會縮到一個特定的位置 那現在它就發覺就是說 那個叫做反射動作的memory 最後竟然可以存在了在這個老鼠的當中 而且可以存在的時間 是可以是歷時有24小時那麼久 那就是說 你那個實驗 如果你讓它休息一天之後 你重新再做 它就沒有了這個記憶了 它當然給了一個反射動作的反應給你 但是它就是 不會記得是要怎樣縮才會好一點的了 但是你再訓練它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種這樣的肌肉的memory 原來可以存在著在那個 就是不假思索 不用用腦的這樣的肌肉的記憶 是可以存在著在那個脊髓神經上 是以24小時計算了 好了 那個細節我們就不講了 但是我看到 它其實這個去到基因的層面 是不是 嗯 它的基因究竟怎樣能夠導致到這件事 就是我自己不清楚了 但是現在其中一個路向就是想 那究竟在那個脊髓神經裡面 哪一種的細胞去作怪 而這個細胞本身 它會不會其實已經有一個基因的原因 在這裡 令它可以有這種這樣的功能 就是究竟裡面有什麼機制 為什麼它有這樣的功能 那你說如果有 即是由基因那裡去找到這個層面的話呢 那其實有一個強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可以執著這個最基本的基因上的原因 就可以去看一下 其它擁有類似基因的動物 它會不會都有一樣這樣的特徵 如果最後在第二種動物 大家例示一下 如果這個實驗拿人來做就是酷刑來的了 OK 會不會都有這樣的特徵在這裡呢 如果有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個實驗的解釋呢 就走進去基因的層次 而且我們更加可以就是說 去問一下這個基因 它有什麼機制導致了你這個脊柱神經有這樣的記憶的功能 那我會覺得這次始終就是最 它給了一種就是呢 我們對於記憶那個機制的想像 可以叫做托得更加闊了 不要只是說在腦裏裡面 還有就是大家可能都會問 為什麼只有24個小時呢 為什麼不可以長一點呢 這些短期和長期的記憶機制會不會有些決定性的分別呢 那我覺得都是有待進一步去研究 我們這次要結束 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講科學回憶老街 神秘的夜 第一節 2022 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 那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 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修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 你就在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還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所以我們有幾圖 對不起